美国的这个栽培名单出来之后 中国那时候有释出3亿 我要去修改法力 当时也是一天的大涨 可是隔天就下来了 所以你说真的问题有解决吗 我觉得现在不是中国说的算 是美国说OK才OK吗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韵芬 最近大家要关心了 除了中国的股市 香港的股市下跌以外呢 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中美的贸易大战 已经要打到了中概股了 你有中概股吗 该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探讨一下 好 欢迎一下我们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月忠朱老师 朱老师好 林凡姐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其实关心中国股市人都知道 中国股市狂跌 香港股市也很不好了 但还有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美国的股市 证监会直接讲 你的中概股 我要给你摘牌了 摘牌的意思就叫你下市了 没错 有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好 那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了 但一部分是 林凡姐说的美洲贸易战的 聚集 对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跟俄乌战争有关系的 也有点就是 美国警告你中国 不要对俄罗斯太好 不要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对你提出警告 所以这个问题不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反正投资很关心的是 对我投资中概股 或是中概基金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们先看到美国的动作 到最近的这一次 其实已经是第三次了 你看到第一批的时候 他找了这五家公司 可是我愿意问解 这五家公司你认识谁 不太熟 对 都不熟 如果大家比较熟的 可能像百胜中国 因为他是披萨哈的母公司 母公司就是披萨哈 他只在中国的子公司 好 那何黄药业就是李嘉诚的公司 但是其他的基本上你会发现 好像都不是我们台湾熟知的那些公司 好 那所以我会觉得 美国做第一批的 这栽培这五家公司 名单一出来 我第一个想 为什么会是这五家 嗯 极高性质 哦 哦 我先找几家开刀 对你中国说 来 小心哦 我动手了哦 嗯 哎 我就看你中国反应嘛 没什么反应 对 所以第二波 微博 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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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不能用脸书 所以微博就等一趟个脸书 哎 所以第二波是不是再出来了 中国其实有反应的哦 这次就说 哎呦呦呦 我要跟你谈 所以 我们不要紧张啦 我们今天会尽可能照你的规定去做嘛 好 可是 美国 这个SEC就跳出来说的 哎 你说的不算 我说的才算 对 你说好像和解的 我说没有啊 差远了 所以 接下来发现中国里没有具体的动作 所以 第三波出来了 哇 我觉得这第三波出来 基本上就是 重重打你一个耳光了 都听过 对 因为尤其百度 爱奇艺 这不用我们多说 大家都很熟悉的公司 不图 大家可能不 就比较不清楚 他其实是中国很大的线上券商 嗯 网路券商 好 所以你看到这几家公司 一出来之后 哇 中国的反应就 就大很多 来我们先看到 他在公布第三批的时候 同时间又做了几件事情 告诉你 第一批我跟你提出警告 你都没有反应 所以这些 好 来第二批 告诉你 4月13号以前 如果没有提交 我认可的 是我 听出不是你中国 是我认可的资料 那你也拜拜 嗯 那所以第三批 你看着办 第三批有家公司很特别 你看到这一家 诺斯啊 他其实是台商 哦 他总共是在台湾 嗯 但是他有跳出来说 啊 我很无辜啦 我在中国的 这个业务 我基本上都已经撤了 差不多了 结果 他被 也被抓进来了 所以这个意义 就很微妙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一波 尝过一波 好 那尤其第三波 出来之后 哇 中国赶快出来说啦 我们要开始修法了啦 好 我们要一定要尽可能 照着你的方法去做 因为朱老师 我看过之前的资料 也就是说 哎 美国也不是无地放始的 是 他会说 你那个恒大地产出事嘛 然后你的新东方 你的那个线上 补息 那个补息的事情 你又把他 这个 严禁 然后打压 然后股价下跌90% 是 所以他说 这种股票在美国上市太危险啦 哎 基本上呢 最关键的问题哦 你必须要提供合格的文件 嗯 你才可以继续交易嘛 可是问题是 所谓提供合格的文件 基本上就是卡在这一关 嗯 中国政府要同意 那现在会有争议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 所有的这些资料 你是不可以离开中国境内的 也就是说你美国 派人来中国查账 嗯 你不可以把资料带回美国慢慢看 哦 可是问题是 你对于熟悉会计的人来说 尤其上市贵公司这么大件 嗯 你要去查账 你是 你美国的会计师出差到中国 请问你能出差多久 啊 对啊 这哪是3月5天查得清楚 我一定有一些资料 我要带回美国慢慢看嘛 诶 他说 不行 我就读你有限的时间之内 你能查到的有限嘛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中国 当然他正式的这个法律 还没有确定修改 他只是先释出一个草案 他里面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 他说 敏感性的产业是 不给查的 哎呦 问题什么叫敏感性产业 嗯 我定义的就我决定了 就我定义我决定了 那 那 搞到最后 那不就是跟美国的落差还是很大吗 所以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第一种结果 假设最完美的就是 都符合美国的规定 那你就是可以继续挂牌 好 可是 如果是不行的话 下市之后呢 那第二种结果就是 那就回香港 我回香港嘛 我不在你美国挂了嘛 我这些中概股 我还是在美国挂 确实过去也从阿里巴巴起 有很多公司 我就回来嘛 好 可是呢 诶 这次香港联交所出来说话了 香港证券交一所出来说 你要回我这里 我这边 我这边 我不是在收破烂的 我有我的规定 因为他在美国挂牌 所以回香港挂牌 这叫二次上市 二次上市呢 你占美国挂牌的中概股 一共281加 我去查了一下 根据到三月底的资料 高达169加 连3.51都不到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符合第一个规定 不好意思 港交所也不收 八成多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 你说这是一个多大的问题嘛 所以你一也不行 二也不行 三就是三的结果了 下市 诶 那这些不就变扭乱企业 诶 那我更关心的是投资人耶 如果我有买到的怎么办啊 或者是我的 投资的基金有买到怎么办啊 好 来所以我们先看到 这几年 就从我们刚说 从阿里巴巴起 已经回香港挂牌了 我查出来就这16家 那我特别标示的这几个绿色的 就是我们刚说的 被点名的那11家公司当中 其实这4家已经回香港挂牌了 百度 微博 还有百胜中国 还有这个债庭药业 这4家 其他还没有 绿色 港交所其实在去年底 我们刚看到标准是去年底 他已经调降了 问题调降以后还有那么多 那我觉得港交所 一定会再往下调 为什么 因为港交所自己的问题也很大 以前 他是全球的世界金融中心 全世界有很多外公司 想要挂牌都会到香港去 可是你看到 这是香港从17年到去年 上面这是公司的加速 下面这是他在香港挂牌的时候 募到的资金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以加速来说越来越少 尤其去年只剩下98家 以前基本上都是超过百家以上的 所以港交所发现说 我国际金融地位越来越低 而且他以前是世界排名第一 去年一口气从第二名掉到第四名 所以港交所当然要重振他的 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势必要去调降 可是问题是 调降之后你让这些企业 回来之后就会比较好吗 所以来我们就看刚刚那几家公司 来我这个起点就是他们从回去挂牌的第一天开始算起 来百胜中国你有没有看到 刚回去有一波可是下来 所以你用头跟尾比其实是跌的 好来第二家在领料月也是一样 刚回去有一波 这算蜜月行情吗 对没有错 因为你说的好蜜月行情 可是打回现实就下来了 好所以 因为香港的股市也不好啊 来百度更惨 根本连蜜月都没有 哎呦 一路就 就就就就就就滑地下来了 好 微博也是差不多 注意看到他其实一开始是很高的哦 是下来再上去再下来好 不管怎样都告诉你 跟光挂牌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跌的 所以这就在告诉你说 你回香港去会比较好吗 他未必嘛就已经刚刚我们说的 这11家已经被美国点名的公司 4家已经回去了 表现也没有比较好嘛 所以你看到 这下很重要了哦 投资人直接要去买个股的机会比较少 大部分是会买中概基金 对 可是中概基金这几年出现很大的变化 来 大部分的中概基金 他们会去追踪这个叫NCI的金融指数 好 金融指数基本上就是中港台 甚至连美国三地 来我给大家对比 这是2020年11月的资料 你特别去注意到 香港当时的占比是占48% 第2多是美国 22%多 台湾占21%多 真正的中国其实只有8% 所以在美国挂牌的中概国 那个比例还蛮高的 对 这是2020年 可是你看到 这是目前最新的资料 2月份的资料 香港变成53%多 是跟刚时对比有比较 增加了 所以台湾更多29% 我好 可是重点 中国增加了 美国只剩6% 大家都卖了 也就是说 就NCI来说 他知道 在美的中概股问题很大 所以他开始怎么样 把在美的中概股 从此数中拿掉了 哇 这是一个大问题 再来实际上真正增加的 其实在哪里 是在台湾 嗯 他说与其去碰你这些中概 我还不如这边安全一点 还不如台湾比较安全 所以我把台湾的比重拉高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在对比上 刚刚看的是国家的分布 你再看到实际上标的的分布 一样的时间点 来 你看到公司 如果整个看过去好像几乎都一样 可是最大的问题 来看到哦 一样是阿里巴巴在2020年的时候 ADR 嗯 在美国挂牌的 可是到了今年 一样是阿里巴巴 可是你看到哈密寫HK 对 用香港挂牌的 哦 哎 所以我这会画起来的 指数也调整了 我画起来的都在告诉你 当时都是用在美国的股票 可是现在有没有看到 有 都是在香港的部分 所以就在告诉你 那因为现在其实做了很大调整 问题是 原本在美国我们都觉得还OK 可是回香港之后 我们刚看到刚刚的数据了 再往下掉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 中概基金绩效多好 来 你可以看到 嗯 好 我们这是近期哦 我是以今年以来的排名了 好 这边是最好的 这边是最差的 可是你看到 今年最好的前10名 其实只有8档是正报酬 这是最好哦 这里是最好了哦 后面两名其实都已经是赔的了 那如果你拉到一年 通通都是赔的 那最差的 那不用说了 你看到这个报酬率多可怕 嗯 动辄都跌10几% 20% 两成了 两成了 好 那拉长来看 一样都是跌的 所以这也就是这有什么 这一波中概股表现不好的 一个很大的关键 因为MVCR已经去做这样子的调整 更重要的是 你现在变成是 我中概不管在哪里挂牌 通通都不好 那现在是不是危机入室的方法 呃我会觉得当下真的还是 还是先观望比较好 因为这一波你说到底会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举例来说 我们刚刚讲的嘛 其实在第二批的美国的这个 栽培名单出来之后 中国那时候有释出善意 对对对 我要给你消费 所以那时候确实有一个反弹 嗯 可是反弹之后呢 后来又下来了 这次又是一样 第三波名单出来说 啊中国有立刻说我要去修改法律 就我们刚刚说的 我允许你来查账了 所以当时也是一天的大涨 可是隔天就下来了 嗯 所以你说真的问题有解决吗 我觉得现在不是中国说的算 是美国说OK才OK嘛 尤其我们刚刚说的 你现在有200多家当中有 三分之二以上的公司有问题 未来何去何从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那你说现在的投资风险有多大 所以我是觉得投资人最好还是先观望 哦好 非常谢谢朱月忠朱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下次再见咯拜拜 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不要忘了 按下下方的爱心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咯 我们下期再见